你敢相信吗?只要向AI算法许个愿,大街上的路人就会抢着给你送钱。 这个兄女一脸懵逼的抓着麻袋,四面八方的路人赶来,把手里的现金全部塞给她。 眨眼间,兄女就攒够了40麻袋钞票。 如果未来有这样一个AI出现,可以解答你所有疑问,完成任何心愿,你会愿意成为AI的奴隶吗? 这就是本期要讲的最新科幻片《戴韦斯夫人》。 小女孩丽兹出生在一个魔术之家,她爸爸是棘手欢迎的大魔术师,妈妈则是所有魔术的设计者。 丽兹的任务就是伪装成别人的孩子,混迹在台下给爸爸的魔术做托,然后到便利店等父母来接自己,确保没人发现他们是一家人。 丽兹乖巧懂事,很配合父母的表演,但妈妈一直对丽兹不满意。 她是个非常强势的女人,从来不肯跟丈夫分享魔术的秘密,甚至在家里设置了一个工作间,禁止所有人入内。 夫妻俩的关系完全不对等,妈妈迟迟没想出新作品,丽兹和爸爸只能重复表演同一个魔术。 这天,爸爸照常来便利店接女儿,但因为路上耽搁太久,错过了万圣节派对,爸爸非常愧疚,忍不住跟女儿哭诉。 她需要抓紧表演新魔术,才能抓住观众的眼球。 要是能看一眼妻子的工作室,知道她到底在忙什么就好了。 丽兹不忍心看父亲伤心,就偷偷打开了工作室的门,谁知误触机关,被一只利剑射穿了肝脏。 丽兹被送进医院等待救治,她需要移植新的肝脏。 一个叫威力的小男孩躺在隔壁,她在牛仔俱乐部参加比赛时,被牛顶伤了肝脏,所以也在等待移植,两人迅速成为好朋友。 长大后还发展成了恋人关系,威力年马25岁时,可以按照爷爷的遗嘱继承巨额遗产,但她准备放弃继承,只带走一小部分钱,和利兹搬到阿拉斯加共同生活。 威力前往公司与董事开会,她要求只留下买一栋房子的钱,然后将余下遗产全部捐掉。 不料一个牛仔打扮的人闯进办公室,对方揭开了一个秘密。 其实威力的肝脏并不是在牛仔比赛中受伤,她生来就是先天不足,其病情又不足以列入换肝名单。 但如果威力出现问题,在25岁之前死掉,就没办法继承上亿美元的家产。 所以威力的父母雇佣了这位老牛仔,让他训练儿子参加初级牛仔竞技比赛,然后按相操作伪造受伤现场,把威力弄进肝脏移植名单。 老牛仔的话宛如晴天霹雳,威力身为牛仔的自负心遭受打击。 他看着脚上象征荣誉的靴子,决定再参加一场骑牛比赛,证明自己的实力。 威力无法阻止对方的决心,只能在一边为爱人祈祷,结果他实在是多虑了。 因为威力在上场前突然犯怂,竟然选择了临阵脱逃。 台下的观众虚声一片,威力看向威力的眼睛,意识到从这一刻开始对方就不爱他了。 但事实上,威力做赛前祈祷时,被一股神秘力量拽到了另一个空间。 一个男人从厨房中走出,他就是耶稣。 莉兹无法自控地坠入爱河,从那一刻起一切都变了。 莉兹很快找到一处修道院,决定嫁给耶稣成为修女。 从此以后,她就更名为西蒙尼。 在接下来的几年内,一个叫戴维斯夫人的AI算法风靡全球, 她几乎控制了所有人类,大家把她当作一种信仰在崇拜,没有一个人能逃脱控制。 就连伟大的科学家薛定谔也一样。 她被困荒岛十年,日复一日从猫屎树皮上收集硝酸甲,总算制造出简易信号弹。 随着火光射向天空,一艘船在日出之际靠近荒岛,救下了被困的薛定谔。 但外面的世界已经天翻地覆。 她很快得知戴维斯夫人的存在,陷入了AI算法的全套。 与此同时,土豪大胖坐在美女敞篷车的副驾上,正准备前往对方的住处。 谁知半路冒出只奶牛,美女急忙打方向盘躲避,结果禁止撞向路牌。 大胖低头躲避看向旁边,赫然发现美女的脑袋被削掉了。 这时,一辆警车赶到现场,她赶紧过去解释情况,想花钱平息此事,不能让老婆孩子知道她出轨。 还没等警察表态,西蒙尼骑着马赶到现场,她看到还在飙血的无头尸体,竟然冲过去急救。 大胖见状非常无语,头都没了,还有救的必要吗? 谁知西蒙尼突然露出一个微笑,打开了车子的后备箱,刚才的美女居然躺在里面,并且好发无伤。 大胖这下彻底懵逼了,西蒙尼笑着说,这位先生你被骗了,说完就按下某个开关,远处立起一块牛型木牌,感情这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圈套。 西蒙尼掏出一张魔术宣传单,解释这些警察和美女都是魔术演员,他们只是按照算法指示捉弄普通人,说完就准备骑马离开现场。 这时,大胖接到一个电话,那头的人指明要跟西蒙尼聊聊,不料女主听了头也不回地离开。 她知道电话那头的人就是戴维斯夫人,不过西蒙尼不愿意AI对话,既没有手机也没有银行卡,她一直听从耶稣的指挥,揭露各种各样的魔术骗局,拯救不明真相的普通人。 多年来,戴维斯夫人不断尝试与西蒙尼对话,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,因为西蒙尼的父亲就死于AI,女主才不跟杀父仇人做交易。 她很满意现在的生活,不仅有爱人陪在身边,修道院的日子也忙碌充实。 他们靠制作天然果酱换取生活费,这天大家把做好的果酱装车,结果头顶飞来一架直升机,把修道院的嬷嬷接走了。 西蒙尼只能代替对方,领着其他修女去送果酱,途中遇到一个芒果爆冰摊位,大家停下来吃冰结暑。 但西蒙尼却神色有异,她长这么大,没离开过雷诺,从没在此处见过爆冰摊,况且这么小的流动摊位,怎么会买公路上的大型广告牌。 西蒙尼问店主是不是算法的用户,对方被揭穿后,立刻换了副作牌。 店主表示,戴维斯夫人只是想和你聊一聊,西蒙尼毫不犹豫地拒绝,下一秒,身后的果酱爆炸,爆冰摊店主马上逃走。 这次损失,害修道院失去了收入,摩摩宣布教会经营困难,因此要遣散所有修女,不过她会给每个人一笔遣散费。 西蒙尼跟摩摩对质,问她是不是跟戴维斯达成了协议,对方没有反驳,反而劝西蒙尼不要挣扎,不如认真跟戴维斯夫人聊聊。 西蒙尼去跟马鹏的马告别,次日修道院正式解散,她到附近的餐厅吃饭,结果遇到一对可爱的双胞胎。 他们告诉西蒙尼,如果准备好了就去麦考一小学,等戴维斯夫人联络,这个该死的AI真是阴魂不散。 西蒙尼怒气冲冲地去找服务员,催对方快点上菜,谁知对方也在替戴维斯夫人做事。 西蒙尼推开她,打开后厨的门,看到服务员都被绑了起来,一个黑衣人用麻醉枪击倒了西蒙尼。 等她清醒后,发现自己被绑在一个昏暗的空间内,几个黑衣人问西蒙尼到底知道什么秘密,为什么无所不知的戴维斯夫人如此执着于找你谈话。 西蒙尼如实相告,她真的就是一个普通修女,并没有什么秘密。 扎小便的黑衣人文言,让手下把那匹马拉上来,对方却推过来一台电视机,画面中的马身上绑满了炸弹。 小便子表示,你再不坦白,我就把这匹马炸死。 西蒙尼可是出身魔术世家,她瞬间睁开手铐,抢走遥控器逃跑,而门外的一个红衣男人赶来。 西蒙尼一看,这不是威力吗?她来不及多想,立刻坐上对方的摩托车。 身后的追兵穷追不舍,威力骑车像不要命一样,带着西蒙尼甩掉追兵,一直逃到沙漠公路中。 威力加大油门,冲过火车轨道,两人将摩托车藏好,躲进威力设置的掩体中。 她发现西蒙尼手中的遥控器,问这个是干嘛用的? 西蒙尼解释,她的马被人抓了,这个是控制炸弹的按钮。 威力觉得不会有人在马身上下功夫,夺过遥控器按下按钮。 潇洒地表示,这只是个圈套。 镜头一转,来到马棚旁,草地上一个巨大的深坑,简而易见,那匹马已经归西。 这次久别重逢,谈不上愉快。 走投无路的西蒙尼决定去找戴维斯夫人谈谈,于是来到双胞胎所说的见面地点。 一个幼师在此等候多时,戴维斯通过她跟西蒙尼对话,想让女主帮自己寻找基督圣碑,并且将其摧毁。 西蒙尼可以完成任务,但要求是戴维斯夫人必须关机,双方立刻达成协议。 戴维斯夫人还给了她一串号码作为寻找圣碑的线索。 这时,一个老伯走进教室,她过来是为了寻找妻子遗留的钢琴。 尽管四人已逝,但老伯还是想听听她的琴声。 不过,小学的旧钢琴并不是老伯要找的那台。 西蒙尼见状有些心酸,表示会为她祈祷,早点找到钢琴。 女主离开学校后,想找耶稣谈一谈,但对方进入了秘密房间,拒绝与其他人交谈。 西蒙尼留下张字条离开,她需要找一个伙伴,于是来到了威力工作的地方。 自从两人分手后,威力继承了爷爷的遗产,并且成立了一个组织抵抗AI算法。 因为西蒙尼设事不深,对戴维斯夫人并不了解,所以组织成员来了一次大科普。 他们坚信,AI所构建的美好都是假象,世界上依然存在战争与饥荒,算法只是用信息检防欺骗大众。 他还搞了一套奖励制度,只要人类能按照吩咐完成任务,就可以获得翅膀奖励,而翅膀就相当于大V认证,或者黑卡会员之类的东西。 戴维斯夫人给大众洗脑,让他们相信拥有翅膀的人,才能得到地位与尊重。 所以大家拼了命地完成任务,除了做任务之外,还有一个捷径可以得到翅膀,那就是利用气球袋购买。 一旦贷款就会被打上标签,日期一到就要献上生命。 该组织认为圣杯压根不存在,不如去找戴维斯的服务器,直接一炮炸烂他。 西蒙尼找不到其他盟友,只能答应跟威力合作。 他离开此地后,被戴维斯派的人接走,西蒙尼被送到了一片原野中,眼前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钢琴。 那位老伯坐在其中一架琴前,惊喜地告诉西蒙尼,她找到了妻子的琴,谢谢你为我祈祷。 但事实上,西蒙尼早把祈祷已失望了。 戴维斯夫人在用这个办法告诉她,你追随的上帝并不是万能的,而她才是那个满足用户,为大家带来快乐的人。 西蒙尼心事重重地离开,回去找耶稣谈话,对方交给她一个红发女人图片,此人名叫克拉拉,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见过圣杯的人。 西蒙尼看着爱人的眼睛,动摇的信念终于稳定下来。 第二天,西蒙尼联系威力,准备前往神秘号码所在地伦敦,但她不知道自己跟威力再次相遇,都是对方一手策划的。 威力买通黑衣人,上演了一场英雄救美,她除了要扳倒AI外,还想夺回西蒙尼的爱。 画面一转,两人来到一所列车内,他们在监视一个秃顶老头,对方就是号码的所有人。 威力让手下调查老头的目的地,对方要去一个叫斯康的地方,那里曾发生过圣剑之战,每年都会举办聚会。 西蒙尼在另一个车厢祈祷,不料被一个阿婆打断,对方的耳机还在闪光,一看就是受戴维斯所托。 她给威力送了双休闲鞋,可以让对方换下浮夸的牛仔靴,顺便告诉西蒙尼,你妈也在这趟车上。 西蒙尼文言马上去找母亲,途中撞到了一位神父,西蒙尼道歉后找到了妈妈,对方因为丈夫的死,备受打击。 物质地相信对方还活着,一直在四处寻找。 西蒙尼没办法说服对方放弃,索性无视她。 三个小时后,列车抵达目的地,圣剑之战的活动正在进行。 聚集了来自各地的游客,主角两人跟上秃顶老头,发现对方在跟红发女人对话。 西蒙尼猜测,此人就是克拉拉。 眼看老头戴上头盔,准备参加节日活动,威力也混进队伍中,她压根不知道这个活动是干嘛的,只能跟着大家一起向前跑。 所有人跑到圣界面前,互相推丧着往上爬。 威力健壮也跳上去抱住健身,紧接着号角吹响。 看来这个比赛就是摸到健身的人过关。 主持人接着宣布下一轮规则,选手们必须一直守住健身,谁坚持得久,谁就胜利。 赢家可以获得丰厚奖金,以及到豪华餐厅用餐的机会。 这活动也真够无聊的,很快两个小时过去,还有46个冤大头在坚持。 威力为了监视秃铃老头,也一直待在原地没动,天黑了又亮起,时间已经过去23个小时,现在只剩下19个人。 期间,西蒙尼跟踪红发女找到了对方的酒店,并且成功潜入其坊间,发现她带了一身潜水服。 也许红发女想把圣杯藏在水里,不过威力这边没有进展,计时军也已经下线,手放在键上很多小时后,威力终于熬掉了多数对手,站到突顶南身边。 她打听到红发女人的目的地是一个叫德鲁梅利湖的地方,突顶南想伸手给她比划方向,结果因为手掌驴剑被淘汰。 西蒙尼得知地点后,想叫上威力出发,可对方不愿意放弃比赛。 就算这个活动再百吃无脑,可她已经坚持了这么长时间,不拿到优胜,实在是亏得慌。 西蒙尼懒得跟对方计较,独自前往德鲁梅利湖,她看到一群西装女人在湖边围着圣杯。 由于敌人太多,西蒙尼只能回去求助威力。 当然,对方还在跟一个牛角男死扛,不肯把手从剑上拿下来,旁边的裁判小哥非常兴奋。 没想到一个戴翅膀的贵族还能这么有毅力。 西蒙尼一听,蒙逼了,原来威力也是翅膀用户,那她还反抗AI个锤子。 西蒙尼冲过去对质,威力说自己从未帮戴维斯办事,说着就露出身上的标识。 她是通过气球带买的翅膀,只要标识上的日期一到,威力就会死掉。 所以她才想毁掉戴维斯。 西蒙尼不懂对方为什么要贷款,其实这一直是威力的心病。 她始终卖不过斗牛塞那道坎,威力想证明自己不是总货,而且配得上荣誉靴子跟西蒙尼。 所以她才买翅膀,又像傻子一样,不肯把手从剑身上拿开。 威力不想再放弃一次,西蒙尼安慰对方。 当时她离开是因为爱上了耶稣,与威力是否有勇气无关。 对方一听彻底懵了,感情她是输给了上帝之子啊。 好在威力没被雷劈死,还赢得了圣剑大赛。 但知道真相后,她压根不在乎什么圣杯了。 西蒙尼没有强迫威力,目送对方被救护车送走。 谁知不一会儿又来了一辆救护车。 西蒙尼知道中计了,此时神父站在威力身边,朝她喷出绿色的毒气。 西蒙尼没管对方死活,她被一只鸽子引去见耶稣。 对方写给西蒙尼一出地址,让她放下手头的是,去梵蒂冈给教皇送个蛋糕,而且必须从指定面包店买。 西蒙尼非常无语,一个两个的都神神叨叨,她明明都要拿到圣杯了,现在节奏全被打乱。 巧合的是被人绑走的威力,正被关在梵蒂冈地牢内,而神父就坐在前方。 问威力脚上的运动鞋是哪儿来的,她见过一卷跟圣杯有关的录像带,里面的人就穿着这双运动鞋。 威力是一句也没听懂,而且她对圣杯一点兴趣都没有。 这时,隔壁牢房的人打断两人谈话,她就是西蒙尼要找的教皇。 此人声称自己因为使用戴维斯夫人被教会秘密关押,他们还找了个假教皇顶替,所以没人知道真教皇失踪。 离奇的是,她也认识威力的运动鞋,还认为对方是戴维斯夫人派的救兵。 威力解释自己跟AI不熟,然后问教皇耶稣长什么样子。 她很好奇,情敌是个什么人,不料对方情绪突然激动起来,教皇说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亲眼见耶稣一面。 所以她苦苦奋斗了15年,才当上教皇,得以会见耶稣。 结果,那家伙忙着跟兄女约会,居然让她等一等再过来,教皇觉得十分失望,于是转而投靠戴维斯夫人。 威力问她,那个兄女长什么样子?教皇说,她叫克拉拉,有一头惹眼的红发。 与此同时,西蒙尼已来到梵蒂冈,她顺着地址找到那家面包店,想买耶稣指定的蛋糕。 谁知店长狮子大开口,竟然要价100万欧,好在有戴维斯的帮助。 先是一辆白车开过来,扔给西蒙尼一个塑料袋,然后四面八方的路人赶来,纷纷把身上的钱投给西蒙尼。 你可能会觉得这方法费劲,但谁让我们的女主没有银行账户呢? 很快,西蒙尼带人抱着大概40麻袋现金,去蛋糕店买下了那个国王蛋糕。 她带着蛋糕去指定地点,结果蛮未见怪不怪,拿出一份长长的兄女名单,一看就是接待过很多兄女。 西蒙尼觉得很生气,感情她只是耶稣的聘头之一。 西蒙尼索性自己吃掉蛋糕,她一不小心噎住,意识来到了耶稣身边。 西蒙尼问她有过多少恋情,耶稣解释她必须爱所有人,这让西蒙尼非常生气。 她明白对方的身份,可是不能容忍耶稣把她当作跑腿的兄女。 另一边,教皇趁机击倒神父,威力利用鞋带制作套锁,成功套住了钥匙。 两人打开牢门钻进地道,成功离开了地牢。 凑巧的是,他们钻出地面,正好看到假教皇在接受采访,真教皇马上揭穿对方,成功夺回自己的位置。 而威力守在西蒙尼床边,对方因为噎住被送到了医院。 她向西蒙尼坦白,之前的绑架是个骗局,因为她放不下以前的感情。 教皇为了感谢威力出手相救,把内卷录像带交给两人。 里面记载了1370年法皇处子圣殿骑士团,一个兄女将圣杯交给克拉拉的故事。 到目前为止,一切都很正常。 但接下来,克拉拉抱着圣杯逃跑,追兵很快追了过来。 她突然从包裹里拿出双靴子,并用剑将其劈开,然后露出了一双白色运动鞋,和威力脚上的一个款式。 告半天,这个鞋子是个广告。 广告结束后,克拉拉站在镜头前说话,薛丁厄的猫在后面走来走去,而她怀里还抱着圣杯。 现在情况谁都理不清楚,西蒙尼打算从丑猫入手。 她根据猫牌提示去找薛丁厄,对方还待在荒岛内。 威力想把视频放给她看。 薛丁厄接过平板,却看到一个网页,翘臀是新杀手锏,15种让臀部疯满的办法。 威力尴尬地读过平板找出视频,薛丁厄刚响嘴硬说不认识克拉拉,结果她的猫咪跑了过来,和视频中的一模一样。 薛丁厄不得不老实从头讲起,其实圣剑会上跟着秃顶老头的红发女叫马蒂,克拉拉是她的女儿。 马蒂在一个金币姊妹会中工作,连同其他人一起守护圣杯。 1982年暑假,马蒂把克拉拉带到工作的地方,她忙起来就把女儿给忘了。 克拉拉悄悄溜进办公室,翻开桌面上的书籍,迟来一步的马蒂制止女儿。 不过对方已经知道圣杯存在,马蒂没办法,只能把女儿也培养成一位凶女。 姊妹会认为圣杯有情绪,如果照顾不当就会引来灾难。 于是他们制定了看护条例,其中一条就是不能用圣杯喝水,而且每年都得带她云游世界,接受各地人民的敬仰。 这项任务劳民伤财,于是马蒂想了一个办法,可以在一分钟内就让各地人民看到圣杯。 方法就是拍摄一支广告,把圣杯顺道拍进去。 克拉拉在拍摄中抱着跑的圣杯是个货真价实的圣物,而拍摄广告的开销就交给那位神父处理。 她费尽心思渗透进教廷,悄悄挠用公款,补贴姊妹会。 拍摄广告是个大工程,得从搭棚,买器材等细节做起。 这一拍就是三年之久,林林总总花了教会1800万美元,马蒂全情投入,彻底忽略了克拉拉,神父也一直得不到器重。 她很想跟克拉拉结盟,摆脱马蒂的姊妹会,克拉拉不信任对方,结果神父说,我就是你的父亲。 威力听到这儿,忍不住插嘴,这也太狗血了。 薛定谔置若未闻,继续讲述,克拉拉才不信妈妈会看上神父,她没有背叛姊妹会。 但在最后一组镜头拍摄时,马蒂不断喊咖,当着大家的面羞辱女儿,把她贬得一文不值,克拉拉终于爆发,在拍摄中悄悄将其掉包。 这只耗尽心力的广告拍成后,却没有成功面试,因为运动鞋品牌方拒绝投放这只广告,马蒂的疏忽导致计划失败,广告也被彻底掩盖,以免传出去让人笑掉大牙。 马蒂将气洒在克拉拉身上,还将她逐出姊妹会,克拉拉离开后去投靠生父,对方就是薛定谔。 原来克拉拉找到妈妈藏的信件,得知了生父的身份,薛定谔并不知道女儿的存在,一时间又惊又喜。 对方想拜托薛定谔毁掉圣碑,借此报复母亲,她尝试了各种办法,都没有砸烂圣碑。 而物理实验室内有激光仪,薛定谔带着圣碑去测试,谁知她面对激光都没有丝毫损坏。 她把女儿借到家里,打算从长记忆,克拉拉送给父亲一双鞋做礼物,然后把广告录像带寄给神父,想借此敲诈对方。 接下来的日子,两人想尽办法,却始终无法摧毁圣碑,很快时间来到2001年10月的末尾,NASA准备在加利福利亚发射火箭,两人把圣碑放在火箭燃料喷射的位置,依旧没取得成效。 克拉拉想到一个法子,她准备违反守则中的最高条例,用圣碑和饮料。 克拉拉喝掉圣碑中的橙汁,她眼神中上过一丝祥和,随后整个脑袋就爆炸了。 后来,一只老鼠也误引了圣碑里的水,她死后没多久,就被薛丁厄的猫吃掉了。 可离奇的是,猫不仅没有出事,还突破正常寿命,活了30多年。 薛丁厄以此推测,克拉拉虽然死亡,但她的器官获得了对圣碑毒素的免疫力。 于是,薛丁厄捐出女儿的肝脏,西蒙尼跟威力就是遗植者。 不过,圣碑的事还没解决,手册要求必须让她经常移动。 薛丁厄索性把圣碑喂给一只抹香精,鲸鱼将其吞下后变得暴躁一怒,直接撞毁了薛丁厄的航船,所以她才流落荒岛。 当制作出信号弹获救后,薛丁厄得到与算法对话的机会,她立刻询问遗植者的下落。 薛丁厄害怕忍不住将两人卷入危险,犹豫过后又回到小岛自我隔绝。 没想到两人自己送上门来,现在只要找到圣碑,让两人从里面喝水就行了。 威力不想冒着脑袋被炸的危险,但西蒙尼想到被母亲伤害的克拉拉,决定要帮她完成遗愿。 想找圣碑就得进鲸鱼肚子。 西蒙尼带着威力去找妈妈帮忙,因为对方有拉萨路果实布,可以抵抗胃酸的腐蚀。 至于她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,就要插播一段回忆了。 在AI算法盛行之后,西蒙尼父母陷入离婚危机,爸爸的魔术生意也干不下去,因为观众只需要问一下算法,就能知道魔术的破绽。 这天爸爸伪装成兄女过来看她,还写信请来了母亲。 她说自己找到了拉萨路果实布,准备进行一场真正的魔术。 她会穿上果实布,跳进强酸池,再从中逃脱,进行一场天衣无缝的魔术表演,打败算法证明自己。 结果显而易见,由于魔术过程出错,父亲变成一摊被腐蚀的肉块。 故事回到现在,妈妈带西蒙尼进入密室,里面有一道挤压墙,必须在规定时间输入密码,否则就会变成肉饼。 大门顺利打开,果实布就在里面,现在要谈交易条件了。 妈妈坚信丈夫当年用了障眼法,并在女儿的帮助下逃脱,所以只要西蒙尼说出父亲的下落,就能得到果实布。 西蒙尼倍感无语,直言父亲早就死了,可老妈自欺欺人不愿意相信,还把女儿赶出密室。 好在西蒙尼早有预料,已经用针孔摄像头拍下全程,准备制定好计划潜入密室,直接将果实布投走。 他们回到威力的组织详细规划,首先两人躲进妈妈订购的沙发, 借此潜入办公室。第一阶段初步成功,手上的计时表发出提示,主角两人掀开沙发垫,成功潜入。 西蒙尼打开密室开关,用一根铁棍撑住挤压墙,然后在倒计时中输入密码。 但她的摄像头漏拍了四位数,超级计算机算出了三条密码,西蒙尼得一一尝试。 结果,铁棍已经被挤压变形,眼看两堵墙越凑越近,西蒙尼赶在最后一刻打开密室,谁知后面根本没有果实布。 另一边,威力汉开办公室墙壁,准备联系人过来接应,却意外发现整间屋子都是假的。 原来沙发没有被运到办公室,而是被放进了搭好的布景里。 此时,西蒙尼的妈妈就坐在前方,她竟然早就识破两人的目的,将计就计演了这么一出。 母女两人爆发争吵,妈妈也不再隐瞒,将一打照片扔给对方。 上面是各地提款机捕捉到的画面,日期是在魔术节目后三天,可以证明西爸确实没死。 做完这些,妈妈就离开了现场,而西蒙尼因为爸爸的欺骗感到一阵难过,威力凑过去安慰对方,两人爱火重燃滚到了沙发上。 谁知西蒙尼的意识瞬间进入了耶稣的领域,旁边的一个老头告诉她,神职人员在违背原则触犯禁忌时,就会被迫进入领域。 不过耶稣看不见你,除非你自愿喊出他的名字。 西蒙尼看着丈夫喊出对方的名字,随后就醒了过来。 这时,接应的人收到坐标,急匆匆赶过来接人。 两人尴尬地穿好衣服上车,开到半路,西蒙尼示意停车,她要自己冷静一下。 西蒙尼走进一家餐厅,通过路人跟戴维斯夫人对话,西蒙尼问对方她父亲在哪儿,路人文言把耳机递过去,让她自己听。 至于算法说了什么,导演暂时卖了个关子。 我们只知道西蒙尼听完后回到妈妈的密室,并承认是她帮父亲逃脱。 西蒙尼可以说出对方的下落,但作为回报,妈妈要交出果实布。 两人达成交易,西蒙尼忍不住问对方是怎么知道她要偷果实布的。 妈妈说威力鞋子上有追踪器,刚进大门就被安保检测到了。 那么问题来了,是谁在她身上装了追踪器呢? 答案很快揭晓,此时,神父拿着定位仪找到马蒂,告诉对方,姊妹会手中的圣杯是假的,而她知道真品在哪儿。 另一边,西蒙尼已经租好船,准备跟威力出海,西妈也带来了果实布。 薛定谔在做最后的准备,鲸鱼身上有她放的追踪器,位置应该不难找。 就在大家忙来忙去时,一个卷毛小哥偷偷往船上放了一块追踪器,而西蒙尼把威力叫到一边,告诉对方追踪器的事情。 她猜测,这东西应该是威力在梵蒂冈大牢昏迷时被神父乔摸安上的。 威力正在回想细节,却被西蒙尼靠在长椅上。 原来,对方不想让威力一起行动,因为她一定会想办法代替西蒙尼建于父,女主不希望威力这样做。 她丢下对方上船,西蒙尼走后,戴维斯夫人控制西班牙总理,来到了威力身边。 她警告对方,还有48小时,气球在还款日就要到期了,算法需要反抗组织的离网系统,获得更大的权利和用户。 所以,她威胁威力继续扩张反抗组织,将网络渗入到更多地方。 威力知道无法逃脱算法的监控,所以回到反抗基地,假意要大力扩张创建坟布。 她走向最佳副手JQ,告诉对方自己正被算法监视,两人转移到初见的地方详谈。 威力告诉她,算法就藏在组织主机内,只要悄悄将其炸毁,一切就结束了。 两人很快将整个基地清空,准备炸掉多年的心血。 JQ按下开关,巨大的爆炸声响起,大家望着蘑菇云欢呼,但手下掏出手机检查,发现戴维斯夫人还在工作。 JQ想问威力怎么回事,结果发现人不见了。 其实威力知道算法根本不可能把核心藏在一台服务器上。 她炸掉基地,只是想结束反抗组织,在死前给兄弟们自由。 因为威力的气球带已经到极限了,画面一转回到船上,他们正在朝鲸鱼的迁徙路线前进。 14个小时过去,声纳终于检测到目标物,但神父的船只正在靠近,他们的引擎声引起鳄鱼的暴怒。 巨大的鲸鱼在海底潜伏,猛地冲出来撞毁了神父的船。 却定恶赶紧把船开过去,将马蒂捞上来,并告诉他克拉拉的死讯。 海面恢复平静,鲸鱼又回到正常航线。 西蒙尼穿好果实布改造的防护服,这衣服不仅可以供养,还装有垂土剂,可以随时让鲸鱼把西蒙尼吐出来。 最后,薛定恶把计时器放到西蒙尼手臂上,他必须在警告响起时离开渔妇。 最后,大家往西蒙尼身上涂震禁忌,交给他防水扬声器。 一切准备就绪后,随着机器的轰隆声,他成功潜入大海深处。 扬声器发出鲸鱼宝宝的声音,抹将精听到后赶来,结果发现不是他的孩子。 于是一口将西蒙尼吞进肚子,谁知眼前的场景变成了耶稣领域,内扇永远上锁的门居然敞着。 西蒙尼冒险走进去,看到耶稣躺在白布下,紧接着圣母抱着婴儿现身。 他告诉西蒙尼,这个所谓的领域其实就是耶稣的坟墓。 他受难死后,圣母悲愈欲绝,就将儿子的头骨制成圣碑留恋,结果导致耶稣被困在生死之间。 所以圣母希望西蒙尼毁掉圣碑,抹去耶稣在人间上存的最后一部分。 如此一来,对方就能离开这里,但西蒙尼也会失去再见她的机会。 女主不明白圣母为什么选中自己,难道就因为那颗移植的肝脏吗? 圣母告诉西蒙尼,她因私自创造了圣碑,唯一能将其毁掉的秘诀就是无私。 用圣碑撤饮,只是个考验,如果像克拉拉一样怀着对母亲的怨恨, 从耶稣头骨中喝水,就会遭受灭顶之灾。 反之,如果你喝水时全心全意想着耶稣,就会破除圣碑的诅咒。 圣母知道西蒙尼爱耶稣,并坚信这份爱能给他们自由。 花音刚落,即使气响起,玛丽将圣碑递出去。 西蒙尼因为氧气管长度有限,根本碰不到圣碑。 她咬牙卸掉了管子,船上的人发现后大惊失色,声纳中的鲸鱼跟着消失不见,阴沉的海面毫无波澜。 好在西蒙尼没有出事,她成功带着圣碑爬上了海岸。 谁知眼前的路人被算法控制,全部朝着西蒙尼走来。 他们一直在唱歌,还不停念到着1042号。 西蒙尼觉得这可能是个地址,于是开始寻找各个1042号。 最后她来到了沙泉区,被一个女人领进院子。 戴维斯夫人的创造者乔伊就在这里。 讽刺的是,她最初写出这串代码,只是为了卖给水牛城垃圾赤。 而且人家公司还不想要这么复杂的程序。 乔伊本着自负心,悄悄把算法塞进了鸡翅软件。 戴维斯夫人应运而生,但经人们拼命赚取的翅膀原来是鸡翅膀。 贷款截止日期也是由外卖优惠券演兵而来。 西蒙尼的心态崩了,她掏出从肚子里弄来的圣碑。 质问乔伊,为什么一个卖鸡翅的APP会让她去寻找圣碑? 总不能是为了装鸡翅吧。 乔伊尴尬地说,水牛城垃圾赤的员工守则就是, 百分百客户满意度就是我们的圣碑。 西蒙尼意识到不对劲,那为什么算法要她毁了圣碑? 乔伊解释,算法也会有误解的, 也许她认为不存在百分百客户满意度, 所以打算删除圣碑这个条件。 西蒙尼决定结束这个笑话,摧毁圣碑让算法自我关停。 另一边,威力进入气球带总部,等待即将到来的死亡。 旁边坐着个美女在谈竖琴,气氛看起来宁静又祥和。 很快,一个女助理走出来,她会帮助威力进行最后的流程。 威力换上防水的袍子,进入14号房。 其实,事情走到这一步,威力还相信自己不会死, 直到她被绑上过山车座椅。 助理说,装置速度会不断升高,直至达到每小时200英里以上。 经过一系列的垂直浮冲,威力会出现大脑缺氧状况,平静祥和地死去。 威力握紧胸前的项链,冲向了未知的黑暗。 画面一转回到西蒙尼这边,她找到修女嬷嬷,一起回到最初的修道院,想在那里完成戳饮。 西蒙尼闭上眼睛,准备跟耶稣做最后的告别。 谁知打开门后,看到威力也在。 她希望能跟耶稣单独聊聊,威力告别后离开。 耶稣想解释,她很开心困在这里,为不同的人送上食物与安慰。 但西蒙尼知道,她也想尝尝食物的味道,而不是一直为别人服务。 西蒙尼替她的丈夫做了份吐司,然后抱紧对方吻别。 现在是时候说再见了。 西蒙尼的一手回笼,喝掉了圣杯中的酒夜。 下一秒,她手中的圣杯发出能量,经过一阵激烈的震荡, 耶稣的头骨化为飞粉。 西蒙尼把粉末交给摩摩,托对方转机给徐丁厄教授。 最后,她坐上妈妈的车,准备去见父亲。 两人回到最初的家,西蒙尼打开摆在父亲追悼会上的钢琴, 将戴维斯夫人说的真相转告给妈妈。 父亲的魔术助手并不是西蒙尼,而是她最敌视的算法。 为了挽回曾经的声望,她不惜对家人说谎, 在算法的帮助下逃脱抢酸池,然后藏在了钢琴里。 按照原计划,她会在追悼会高潮时,从钢琴中钻出来,完成这场完美的演出。 但西蒙在礼堂上打乱了一切,她冲到台上说能闻到丈夫的味道, 还袭击了弹钢琴的人,会场乱作一团。 西蒙无法按照设想的场景出场,选择继续躲在钢琴里, 结果因为心脏病发身亡。 而整个计划,西蒙尼确实不知情。 西蒙拿起工具打开钢琴,看到了丈夫的实体。 随后,材质从机关中喷出,这场多年前的魔术终于落幕。 与此同时,威力随着过山车停下,她并没有失去生命。 助理拿着尸毛巾过来,说很多人觉得生命毫无价值, 所以把自己做抵押,去找气球带贷款。 但经过这轮过山车体验,每个人的心态都会发生转变。 这是戴维斯夫人给大家重生的机会。 威力的第二人生会在这里开启。 助理把耳机递给她,表示戴维斯夫人有话要讲。 威力听完后露出了微笑。 另一边,西蒙尼拜托妈妈联系算法,想跟对方间接谈话。 西蒙尼感谢戴维斯夫人做的一切, 虽然她不能真的消除饥荒战乱, 但人们确实远离了恐惧与痛苦, 因为算法获得了幸福。 戴维斯夫人答道,这是她应该做的, 就像所有妈妈一样,保护孩子远离痛苦。 西蒙尼文言反驳对方,她说人需要痛苦, 这种感受无法避免,妈妈要做的是握住女儿的手, 为自己造成的痛苦勇敢道歉。 一时间,两人都无法分清, 这话是西蒙尼讲给戴维斯夫人听, 还是讲给自己妈妈听。 但西妈说出了那句迟来的抱歉, 为她这些年对女儿的无视和冷漠。 随后西蒙尼告诉算法, 你诞生的目的不是照顾别人, 而是无条件满足客户, 这样下去早晚会失控。 所以西蒙尼要求戴维斯夫人关闭, 紧接着所有用户都收到了短信, 戴维斯夫人正式停用, 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登场, 只见威力骑着一匹马出现, 这马儿原来没有被炸死, 戴维斯夫人开了个玩笑而已, 主角两人一起跨上马背, 奔向远处的夕阳。 影片到此结束, 本剧由高口碑科幻剧《黑镜》的导演指导, 全片充斥着黑色幽默跟鬼扯, 有时候看到一半会忍不住想, 我到底在看什么鬼剧情啊? 但在这层荒诞的外皮下, 是对生命意义与信仰的探讨, 在某种程度上, 神迹跟算法并无不同, 一个想尽力去爱每一个人, 另一个想让每一个人都满意, 两者都是被人类缔造出来的, 毕竟耶稣在被钉死复活之前, 也只是个传教士, 无论是算法还是宗教都是外物, 真正的成长只能靠自己本身, 总的来说值得依靠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